十隔一个半月咱们来看看 依赖那个尾羽 就是折断的尾羽 剪断后有什么效果 这是 这是左边的五根 现在都长成这样了 大概这有个十公分了吧 然后 右边的五根 也差不多同样状态 也有十公分 这就是一个半月以前 当时咱把这咬断了 然后我用帮他把这个根给拔下来了 所以现在长了一个半月以后都这样了 然后近期我会给他增加了一些 呃 鹌春蛋黄 还有棕榈油 就希望能帮助他 恢复他尽快恢复的羽毛嘛 然后 这个尾羽就这样了啊 先来看一下依赖目前的这个 飞行羽啊 能感觉到这有个空对吧 这其实就是他之前已经咬断的一根羽毛 看到吗 在这 在这呢 啊 在这这根已经咬断的羽毛 然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他 其实我发现他这个附近已经长出了新的羽毛了 这有两根羽毛 所以现在计划就是把这根已经断掉羽毛 帮他拔掉 这样的话就像他维羽一样 可以比较快的帮助他这个新出的羽毛生成 现在要把这个依赖这根断掉的维羽 把它摘掉 还是这个钳子啊 依赖已经记录了钳子 给你咬给你咬给你咬啊 别咬了啊 来来 别动别动别动 依赖对拔这个飞行羽还是抗拒 它不像维羽那么简单 这个钻子鱼看了吧 我现在就是把这根拔下了 因为旁边已经有新羽了 等会儿啊 为了让依赖不会难受 所以给他找个棍 就跟左手咬个棍一个道理 把它装了 好依赖 别动别动依赖 不要动依赖不要动依赖不要动 依赖不要动依赖不要动 依赖还是比较抗拒 真的是比较抗拒 等会儿再想办法啊 我拔之前还是要检查一下 看看鱼管最后是不是已经干了 从下面看 这个鱼管已经干了 里边都已经通了 那我就可以开始动手了啊 乖 乖 乖 里面什么都没有 接下来就是希望依赖的新羽毛 可以长得好好的 感谢关注